佛教预言故事046 偷牦牛玉 譬如一村,共偷牦牛而共食之 其施牛者,逐击至村,患此村人,问其犹状,耳语之言,耳在此村 不偷者对曰,我食无村 又问,耳村中有池,在此池边共食牛否 答言,无池 又问,池旁有树否 对言,无树 又问,偷牛之食在耳村东否 对曰,无东 又问,当耳偷牛,非日中食耶 对曰,无中 又问,纵可无村,即已无树,何有天下无东无食 知耳望欲,都不可信,耳偷牛食否 对言,时时 破戒之人,亦父如是,父藏罪过 不肯发露,死入地狱 诸天善神以天眼观不得父藏 如彼时牛不得七聚 解冲 解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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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